第202集 各位嗨 我們早安 我是電踏的少女貝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第202集的科技小電報 那本週由我為大家帶來三則科技新聞 第一則科技新聞 蘋果恰恰在他們的官網 推出了新品 MacBook Pro 蘋果你以為我們都不會注意到嗎? 不 我們注意到了 新版的MacBook Pro搭載是16寸的螢幕 那它的邊框呢 變得更窄 相較之下呢 只比之前15寸的機身 還要大一點點喔 那大家最在意的呢 就是蘋果體驗竟然不是都改成別式鍵盤嗎? 這次這次 終於改回大家更喜歡的 剪刀腳鍵盤 那根據外媒的實際體驗啊 他們說 比起之前的剪刀腳鍵盤 這次的更好按 回看更Q彈 可是也是剪刀腳派的 好想安安看新的鍵盤喔 那另外呢 就是Touch ID跟ESC鍵 也都從Touchbar上拉出來成為獨立按鍵囉 這次MacBook Pro它的規格呢 又再次的超越了自己 客製化最高可達64GB的RAM 8TB的SSD儲存空間 如果你想要你的MacBook Pro規格充定 你要花6099塊每一 掐取一算大概是 18萬台 沒關係 我們還是先看看基礎規格就好 16吋搭載Intel Core i7的處理器 售價7萬7千9百塊 那它搭載Intel Core i7的處理器 售價8萬9千9百塊 這個價格啊 蘋果在告訴你們人選新的目標呢 不過目前蘋果官方還沒有宣布 MacBook Pro在台灣的開賣時間 所以說你有一天去看蘋果的官網 就發現它進車稍微開賣 第二個科技新聞 音音串流這塊大餅呢 每個人都要來參與它 Disney也在近期正式的推出 他們自家的影音平台Disney Plus 每個月月付6.99美元呢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非常多Disney的經典作品 大概有7000部影集 500部電影 包括皮克斯動畫啊 漫威系列啊 星際大戰啊 國家地理等影集啊 或是電影的內容 而且聽說他們還會在Disney Plus上面 推出漫威超級英雄的影集 而且它還會跟電影有一點點關聯喔 這樣不是逼漫威迷一定要訂閱下去了嗎 而且Disney Plus上面的星際大戰啊 從首部曲到第七部曲 都有提供4K的畫質 星戰迷梯到這邊 應該超強的電影 二刷三刷刷起來吧 而且我覺得Disney Plus的優勢啊 其實在於它提供的內容非常廣泛 不論是大人啊 或是小朋友都有適合他們的內容 不過Disney Plus怎麼說要來台灣呢 大概還要再等一陣子 怎麼辦 難道我每家影音平台我都要訂閱嗎 我好難覺得喔 最後 眾所期待的寶可夢劍盾 終於在今天正式上市啦 那這次一樣分成兩個版本 寶可夢劍跟寶可夢盾 那兩者其中一項差別呢 是在於部分登場的寶可夢會不一樣 例如 這兩隻只會在寶可夢劍登場 啊 這兩隻只會在寶可夢盾出現 那在本作中出現的玉三家 敲英雄 顏兔兒 淚眼熙 不知道各位太友們 你們會選誰當作一開始陪你們一起冒險的寶可夢呢 不過我最期待看到的呢 其實是新的寶可夢角色 大蔥鴨進化成的 蔥油冰 我覺得它的名字超可愛的 英雲遊戲的發售 11月15號開始會在新一區舉辦非常多的活動 那有興趣的人不妨也可以在周末的時候到那邊去看看 搞不好可以看到超巨大的寶可夢喔 好啦 我們今天的小天報告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就這樣 大家掰掰囉